如何用短除法找出12和30的最小公倍数 其实利用短除法来找最小公倍数 跟利用短除法来找最大公因数是非常像的 只有最后一点的差异 我们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步骤 先将12和20放入短除法的被除数位置 我一样中间记得把一些空格 知道是在做两个运算 第二步骤 自己找一个能同时把两个被除数 整除的最小直数来当除数 两个都是偶数 所以我拿2来当除数 第三步骤 进行除法运算 求出两个数的伤 12除以2等于6 30除以2等于15 第四 把两个数的伤数当成新的被除数 并画下新的短除法符号 所以我画了新的短除法符号之后 重复步骤2到4 直到伤数是户值为止 步骤2 找一个能同时把两个被除数 6跟15整除的最小值数 6跟15 我可以用3 6除以3等于2 15除以3等于5 5 好 好 伤数是户值了 到这里就停了 你看前面5个步骤 是不是都跟找最大公因数的时候一样 差别在最后一个步骤 把所有的除数 把所有的除数 和最后一组 三数 相乘 所以最大公因数 我们只把除数 相乘 可是最小公倍数 还要把最后这一组 三数 一起拿来乘 这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乘出来的结果 2 乘以2 乘以3 乘以5 224 4312 12乘以5 60 因此 12和30的最小公倍数 就是60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样子 可以找出他们的最小公倍数 我们一样 以直因数分解的方式 来说明 我用短除法 将12做直因数分解 得出来的结果 2乘以2 乘以3 那如果我用短除法 将20做直因数分解 2乘以3 乘以5 好 那我们刚刚有学过 把直因数分解 共同的直因数 和剩下的直数相乘 就是他们的最小公倍数 共同的直因数有 2 有3 和剩下的直数 2跟5 乘起来的结果 2 乘以3 等于6 6 乘以2 等于12 12再乘以最后的5 60 好 那为什么 商数 互值 我们就不再往下找了 同样的道理 我需要共同的直因数 可是当商数互值的时候 就代表它不可能会有共同的直因数了 我们再往下找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就是利用短除法 来找出最小公倍数的方法 辞员下连 老子 台 powers 在 并 Portal 遍 constellation trade